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同在团结政府内的行动党州议员 也频频召开记者会提名陈情 希望滨州供水机构体恤民情 给予水费回扣 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 滨州供水机构态度放软 在滨州行政议会结束后 掌管滨州基设委员会的在里尔行政议员宣布 今年7月至12月 每张水费单手1万公升 相等于10立方米的水免费 为期6个月收入5000令吉或以下的 8成元或以上的大家庭 可获得20令吉回扣 这项回扣也等同于扩大家庭友好回扣计划 之前是收入2250令吉 现在增加至5000令吉或以下 在里尔表示 州行政议会今日通过这项决定 在里尔说 有了上述回扣 所有家庭用户 每张水费单将获得6令吉20仙的回扣 例如第一评段的用户只需支付两个月6令吉20仙 即12令吉40仙减去6令吉20仙 而水费为30令吉的第二评段 用户只需支付两个月23令吉80仙 他也说 州政府希望这项决定 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民的负担 听过冰水费回扣的好消息后 让我们也来关心咖啡粉资月初涨价后 对小贩中心茶水带来的骨牌效应影响 随着令吉贬值和进口原料成本上升 冰城的咖啡茶水价格 已经从本月初开始调涨了10至30仙 光明日报记者 今日走访乔治市多家餐饮店和小贩中心 发现半数业者已经上调了价格 这是他们今年第一次调涨饮品价格 现在乔治市一杯普通咖啡货茶 已经卖到1令吉50仙至2令吉50仙不等 冰城福州咖啡工会主席张军宇表示 咖啡豆价格飙升 每公斤成本增加3令吉 这无疑给业者带来巨大压力 如果无法吸收这些成本 他们只能选择将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他表示 并为咖啡粉厂商工会已发通告宣布 因马币疲弱 咖啡豆减产及通胀等因素 6月1日起 每公斤咖啡粉将调涨3令吉 咖啡粉相关产品价格也将有所调整 张军宇指出 咖啡豆每公斤已经涨到30至40令吉 现在炒一锅咖啡 大约需要27公斤的咖啡豆 如果每公斤涨3令吉 一锅成本将增加约80多令吉 如果业者无法吸纳 只有选择涨价 同样是槟城的新闻 槟城11所国民型华文中学董事会与家教协会 今日一致反对教育部强制国民型华文中学 至少开设一班用马来文教数理班 要求立即撤回这个彻底失败的政策 发言人拿督司理郭显荣 今日在记者会上说 11所华中董事会与家教协会将联合致函教育部长法利纳 副本会给首相拿督司理安华 以要求立即撤回有关政策 我们也会将副本寄给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 宾州教育局及宾州董联会 宾州教育局今年4月15日 致函全兵36所国小与弹小 52所国民型中学与国民中学的校长 只是所有国民型中学 今年起从初中一开始 至少开设一班马来文教数理班 郭显荣说 这项指示已经使华中陷入严重的混乱和困扰 他认为 这项政策不仅毫无必要 还制造许多问题 最终让学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他说 在全面实行英文教书里的学校 我们不得不强行筛选学生进入马来文教书里的班级 然而 绝大多数家长都强烈反对 并希望孩子接受英语教学 此政策也公然在学生和家长之间 制造对立和矛盾 让校园充满分歧 更为校方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他说 华中董家教要求教育部立即撤回这项彻底失败的政策 尤其此政策完全无视家长的意愿 还公然违背了当初双语课程计划DLP的初衷 他说 如果要提升学生的国语 教育部应该从语文课着手 而不是强制用马来文教授数理科 况且这种做法的莫道志 会造成两头不到案 他要求教育部倾听他们的呼声 立即恢复双语课程计划的原状 教育部必须体现对学生的真正关怀 尊重家长的意愿 以及学校的自主权 光明新闻通结束前 来关心两则法庭新闻 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寒杀在努丁的儿子 法尔扎 今天被控收收会10万令吉 但他否认有罪 以25000令吉保外候审 40岁的法尔扎 是2009年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 法令第16AA条文下 被控 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 20年监禁 和不少于5倍酬金 或1万令吉的罚款 以金额较高者为准 此案今早在吉隆坡地方法院开审 法尔扎在法官罗兹纳宣读控状后 否认有罪 法官后来将保释金定为25000令吉 由一名担保人担保 并批准了检方提出的附加条件 根据资料 法尔扎去年4月与同公司的另一名董事 涉嫌造假石油津贴发票及非法囤油 被带上福荣地庭面对9项指控 两人皆否认有罪 各获准以4万令吉保外候审 换个焦点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寻求政府证实 是否有他获准居家扶刑的附加遇址存在 所寻求的司法检讨准令案件 原定今早下判 但随着出现另两份宣誓书 展颜至7月3日宣判 高庭法官拿督阿玛吉星 今早在内庭接纳了 纳吉提交的两份宣誓书 这两份宣誓书分别由纳吉和巫统副主席兼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旺罗斯迪所作出 纳吉的代表律师丹斯里沙菲宜 今日出席由特别权力高庭法官阿玛吉星 在内庭主持的审讯后向记者说 基于申请方 纳吉再提交两份新的宣誓书 法官表示需要更多时间审查 因此决定展期下判 沙菲宜透露 其中纳吉的宣誓书 涵阔首相兼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在公正党25周年大会上致辞的内容 他说 安华当时提到的 完全是关于纳吉居家服刑的课题 其中就说明此事应该在特赦局内部进行 而非对外公开 这也证明了 国家元首发出允许纳吉居家服刑的预令 是确实存在的 沙菲宜指出 彭亨州务大臣的宣誓书则说明 他支持副首相兼巫统主席 拿督斯里安卜扎西的宣誓书 及提及扎西看过投资 贸易及工业部长东姑塞夫鲁 展示的上述国家元首预令 他说 多名政府高级官员 包括内政部长 总检察长 监狱局总监等迄今都没有回复 关于为何没有执行 国家元首允许纳吉居家服刑的预令 另外 代表政府答辩的高级联邦律师 三苏伯哈山也证实 法庭今日批准了申请方提交的两份宣誓书 分别是纳吉及旺罗斯迪的 授寻及法庭批准上述宣誓书的理由 他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说 就是批准了 他说 原定今日判决 展颜至7月3日 除了因为上述两份新宣誓书 申请方律师沙菲宜 今日也临时增加了陈词 今天的光明新闻通就给大家播报到这 我们下次见